做完一個之後 那其他怎麼把它加到底下去 特別注意選的時候 下面這一塊 因為我下面頁尾還沒有 對不對 我建議啦 就是你在選的時候 記得 再往上一點點 有沒有 它現在是NetBar對不對 你點下去它就NetBar 再點一下 有沒有看到Footer Footer點下去 再確定一下 點一下Footer之後 移過來看一下 它的頭尾是不是Footer 點下去 這邊叫點下去 應該是這一段 它一定是 DIV Possession是Fixed DIV的DataRaw等於Footer 然後尾巴 OK 沒有問題的話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移到下面 我建議 看到頁尾 有沒有這邊是頁尾 頁尾一定是這一行 一個頁尾 再一個DIV 把這三行 蓋掉 好 再切回來看一下 OK 先試一下這一個 綠島 綠島OK了 沒問題 其他的話 大概就一樣的方式 如果貼上一個沒問題 那再來就第二個 綠島然後藍鳥魚港 這個 確定一下是不是這個 是 貼上 這樣就OK 然後再來就是 換下一段 這邊的頁尾 這個貼上 然後最後一個 這邊也是一樣 往下 頁尾 再貼上 記得不要貼錯啦 把它Save一下 應該就會是 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你會發現做一個 其他 沒問題 沒問題 也沒有問題 OK 好 最後還少一個什麼 少一個就是 回首頁 因為這邊沒有回首頁 你會發現很麻煩 那要怎麼回首頁呢 其實這邊的話 非常的簡單 不過特別注意喔 我們之前 跟上個禮拜做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喔 你千萬不要再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跟今天的混在一起 因為很容易有同學 把上個禮拜的東西跟今天的混在一起 那上個禮拜特別注意喔 我們是在哪邊去設設定 還記得吧 還記得嗎 在page喔 記得在page有沒有 特別注意喔 上個禮拜是page 上個禮拜那個page喔 沒有辦法回首頁 它只能夠增加回上一頁 只能回上一頁喔 所以page裡面設定喔 只能回上一頁 所以如果你要回首頁 或者是下一頁喔 只能夠在頁守的地方設定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那個角色不要混淆啦 那我說一次喔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喔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喔 這個上個禮拜的動作是什麼 選page對不對 然後在標籤裡面找到什麼 data add back button 有沒有發現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true 對不對 然後呢 直接怎麼樣 即時看一下 綠島 有沒有 back就出來了 但是特別注意喔 這個 跟 等一下講的 只能夠選一個 那以哪一個為優先 以這個為優先 為什麼 因為它是page page比較外面 所以它會比較高 好 所以你現在如果在做一個什麼 夜守的按鈕 它會把它蓋掉 蓋在底下 好 所以特別注意 那怎麼辦 要這個把它拿掉 如果你喔 兩個都做的話 只會顯示這一個 好 這個要特別注意喔 所以請各位注意 這個只是複習 讓你知道 有這個東西 有沒有back 有 好 請各位喔 第一個 把剛剛的東西 暫時先忘記一下 然後呢 把它刪掉一下 我把這個地方再回頭 改成什麼 page點一下 對不對 把它改回來 把它delize掉 enter 不要有喔 那我們要怎麼加 回首頁 很簡單 1 找到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 head 夜守 2 請你打一個 home 或者按shift加上enter 在下面 把這個地方 再 這個地方 黑的地方 然後加一個home 打一個home 那這個home 特別注意喔 它會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等一下 請各位先把那個 夜尾的地方先做好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如何在 我們的每一頁上面 加上兩個按鈕 一個是home 一個是回上頁 可以做出這樣home 回首頁跟一個下一頁 有沒有 每一個都下一頁 如果再下一頁 讓它再回到第一頁 把它一個循環就好了 諸如此類類似相對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的設定 請記住喔 不要在page上面設定 請在哪裡呢 請在夜守的地方設定 那怎麼加上去喔 首先第一個 設定的方法很簡單 在這邊加兩個東西 一個叫home 一個叫page1 那怎麼做喔 請你先加home好了 home加上去之後的話 請你把它選起來 做什麼 做超連結 把它打一個 連接到哪裡 連回到home嘛 所以這底下有一個連結 選起來 下面做超連結 enter 好這個時候有超連結嘛 那請你把什麼 把這個地方 稍微做個修改 兩個地方改就可以了 游標選它 請你找到 標籤檢視窗 裡面喔 第一個 請你把它加什麼 加一個icon icon的話 我要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home home的話就是什麼 一個小說圖是一個 那個 一個回首頁的那個home 那第二個就是說你的position icon的那個pose pose指的就是說 你要在哪個位置 是左邊右邊上面下面 反正它有好幾個位置 那其中有一個 不過我覺得它放的位置有點怪怪 它裡面有一張notes 所謂的notes就是 你上面不要有文字 因為我剛剛看到沒有文字嘛 我如果說我今天需要做的效果是 沒有文字的效果 那請你選notes 好 那兩個 特別注意喔 就把這兩個選起來 在這邊 加一個超連結 在這邊更改這兩個東西 那改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save 但是這樣還沒結束喔 我先show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現在點擊的話 它會變成像這樣子 那為什麼 道理很簡單 因為 它的效果 影響到它了 因為它是什麼 它是H1 就是那個標題1 那你很簡單 把它移到H1的外面就可以 但是你在這邊移不過去 怎麼辦 請各位看一下喔 在這邊 H1 H1 它的頭尾 H1 H1 因為你在輸入的時候呢 要不就是你乾脆在這邊輸 要不就是你輸完 很簡單 搬家 不過搬家可能需要 把這個A有沒有 超連結 再到斜線A 請你做一個事情 搬到斜線H1的外面 特別注意喔 怎麼搬比較簡單 拖拉可不可以 好像可以喔 拖拉過來 放開 有沒有 放開喔 save一下 然後呢 再重整 有沒有發現 效果出來了 有沒有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因為你要去換位置 要不就是當然你以後 不知道更好的方法 可能你就是這樣 在這邊打啦 不過我建議就是 你先打Home 做超連結 設定兩個之後 再把這個 後面這一段 搬到外面來 就是不要在H1裡面 就完成了 OK 好 那第一個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還需要什麼 需要一個向下的 比如說現在在Page1 那我希望往下Page2 往下Page3 Page4對不對 那要怎麼做比較快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因為 如果你第一個按鈕 它會在 固定會在左邊 如果你有第二個按鈕 固定在右邊 如果第三個呢 沒有第三個 它只能放兩個 因為它就是 就是這樣的一個規則 所以呢 第二個 那第二個怎麼放 很簡單 請你把這個超連結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乾脆你把這個超連結 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 貼到它旁邊 貼上 應該是要改哪裡吧 這邊改什麼 連結的Page2 這個指的是超連結 那這個指的是要顯示的文字 Page2 然後呢 這個地方 不是 更正一下 這個icon 不是喔 這個是icon的那個 那icon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選 這個是Page2 Page2 好 名稱 這個是它裡面顯示的名稱 那我把它Save一下 不過喔 這邊還沒有結束喔 把它Save 然後這邊重整一下 你會發現 兩個回首頁 怎麼辦呢 沒關係 切回到那個 這個地方 游標放在哪裡呢 放在Page2 這個地方 請你把它icon 改成什麼呢 箭頭向下 那箭頭向下哪一個呢 這個 這是 Arow Dash 這個有個 D的話是down 向下 這個是 向 左 left 向右 向上 我們是向下 反正看你啦 你將來要哪個箭頭有沒有 自己選一下 好 完成了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我其實剛剛做的就是 把這一段到這一段 複製在一段 改這個 跟改這個 然後如果你這個箭頭喔 如果可以自己打就自己打 你就打Arow Dash 如果不行的話 在這邊改一下 改完之後的話呢 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即時 出來了有沒有 向下 也可以 這個地方怎麼做 一樣嘛 下面請自行 複製貼上 該改的改改 那不就有Home 跟下一頁 這樣其實還蠻完整的 而且還蠻貼心的 如果每一次每一次閱讀 每個每個都這樣做 這樣子其實這樣的 我覺得已經算還蠻OK的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 那 又向前跨出了一步 不過特別注意喔 跟上個禮拜那個回上頁是不同的 所以設定的位置 請記住 完全不同 只要做對 馬上會有回首頁 跟下一頁 那回首頁比較必要啦 下一頁我覺得 可有可無啦 你也許將來可以做別的效果也沒關係 那這樣子其實一個APP 會越來越完整 你上面可以做Netbar 下面也可以做Netbar 然後再來回首頁 有沒有 也可以做圖 剛剛同學也提過說 那可不可以放影片 那可以啊 你把YouTube的那個影片有沒有 傳上去會有個遷錄嘛 你就把那個遷錄語法放進來 特別去調整它的解析度 為什麼 因為手機的解析度恐怕你要調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在手機裡面 就可以看到YouTube的影片了 沒有問題 那 甚至你要做一些 讓使用者填一些資料的表單 你甚至可以把那個 Google的那個 雲端硬碟上面的表單有沒有寫好 它裡面有遷錄啦 也可以遷錄進來沒有問題 那Google所有的一切東西 所有的資源 其實都可以遷錄到手機裡面來 那這個好處就是你不用架Server 那也可以利用Google的資源 幫你把你要的資源 遷錄到這個手機的App 那利用這種方式設計的好處就是說 以前的網頁 就是網頁上面網路上面的資源 通通都可以完整的連結進來 這個跟原生的比起來 這個太強了 這個幾乎就跟 等於是說可以把舊的那個 以前網頁設計的那個資源 通通都整合進來沒問題 剛剛有同學問說 那就用網頁設計就好了 幹嘛設計成這樣子 那道理很簡單嘛 因為你的手不是滑鼠 所以你如果版型沒有重新再改的話 你那個網頁給一般手機看 看得很痛苦 你們應該有在手機上看網頁的經驗吧 有的時候要大不大 要小不小 放大又太大 縮小又太小 為什麼 因為它那個是給電腦看的 不是給手機看的 有的時候那個字又 超連結又那麼小 你點也點不到 所以要重置 那JQ Mobile它的好處是 它幫你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 把那個JQ Mobile的套件套進來 再學會怎麼去 使用它的相關屬性 很快的你看 其實說真的 我們沒有花太多時間 實際上做出來這樣的APP 如果用原生的方式來設計 那可能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我指的是版型 一些美工部分 真的差太多了 這個它的優勢 不過這個可能要上架會是一個問題 所以之後有同學有興趣 我看可能有時間再來講 不過可能前提你們要會一點原生的設計方式 不然講了可能你們也會有一些障礙 因為那個部分還是需要用那個原生的方式 把我們東西放進來 秀在上面 然後也許再可以上架 然後也許你將來上架 你要掛廣告也是沒問題的 可以大量的量長 我想 這個又可以結合那個ADSense 如果說你的廣告 你的下載次數夠多的話 哇 那實際上也是一門 一個方向 我覺得 這個 這個 你可以想一想 裡面也有一些獲利模式 當然這個部分是風起雲湧的 我想應該比較不受景氣影響 因為現在大家使用手機的時間 應該會慢慢比使用電腦的時間來得多 越來越多 相對的 也會有需要很多的那個 就是APP 有對應 但是目前應該比較難 我發現好像 需要很多APP 但是不見得找得到 而且其實還蠻少的 有做的好像大部分都是需要一些 大財大公司 或者是說一些那種公家機關 那當然你也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自己可以發揮的空間 OK 試試看 就是加HOME鍵跟那個